晚餐时间在团购网上呢 卖的很好的这个很火的知名蛋糕 有家长特别买来给孩子吃 但是没想到五岁的儿子 才吃了几口咬到一个 怎么样也咬不断的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个三公分的橡皮筋 差点吞到肚子里 而这个业者说 这可能是可可粉的原料 没有问题 或者是封口没有绑紧 松松软软的巧克力蛋糕 大口要塞进嘴里 咬一咬 诶 怎么咬到橡皮筋 不知道在吃蛋糕的时候 然后跟我说 诶 爸爸这个我咬不断 然后他就顺手把 口里的东西拿给我 然后我就想说 我就发现它是一条 跟蛋糕颜色非常相近的 一条对 橡皮筋 拉一拉 扯一扯都不会断 这条长条形的咖啡色物体 长三公分 像橡皮一样 外面整个被蛋糕包覆 怎么样都咬不断 五岁的儿子吃进嘴里 越咬越不对劲 吓得赶快吐出来 差一点就连蛋糕一起 吞下肚子里 这个蛋糕都有橡皮筋 塑胶物品应该对身体不太好吧 其实对啊 就是多多少少 还好没吃下去吧 红爸爸上网买了 新竹知名团购蛋糕 强调天然食材 绵密口感 订单多到接不完 比较一下 网页版蛋糕 看起来简单好入口 不过实际买到的 才吃了几口 就咬到橡皮筋 怀疑是品管出了问题 业者回应 经营多年 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 表示愿意道歉 负责到底 不过蛋糕里 别让异物再出现 才是当务之急 专讯联缘兵 卢林莹 台中采访报道